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拉完 电话响了 老鱼赶过去 街边上 同事已经等着了 说是挖沟时发现了几个地雷 工人还拿铁锹在地雷上拍了一下 把炸弹的间接又拍进去了 老鱼看了看 迅速得出结论 这是日式的压发式地雷 拍下去以后 再弹起来 肯定得报 他赶紧让周围人退开 自己却下到沟里 手指摁在肩上 把地雷拿起来 让同事帮着 把地雷肩绑紧 然后继续骑摩托 将地雷带到没人的地方扔掉 只听哄的一声巨响 地雷炸了 微情解除了 回到家 老鱼儿子也回来了 儿子说 排长让他年底复员 那目前最紧要的是 就是儿子复员后的工作安排 老鱼托朋友打听这事 谁知 朋友被警察院带走了 他失望地回到家 吃饭时便被老婆骂 儿子想当警察 下午 老鱼便拿着一罐自制牛肉酱 去单位找局长 局长说 警察岗位逢进必考 老鱼儿子才高中文凭 这样除非有点特殊条件才行 比如 在部队立过二等功 或者会武术 或者老鱼有个二级阴谋什么的 老鱼明白了 儿子当不了警察 这时 电话又响了 老鱼接起一听 立刻赶了过去 事发地点在一条巷子里 警察巡逻时碰见一个拉废品的 车上有两个罐 看起来很不对劲 老鱼只瞅了一眼就说 戒子气 这东西他小时候见过 是日本人做细菌实验的东西 毒性大 人一闻就大 他赶紧招呼群众往后撤 同时再问那拉废品的 拉废品的装了半天哑巴 最后终于开口 说罐子是他花十块钱一个收来的 一共收了六个 其他四个放在大庆 老鱼赶紧给科长打电话 让安排人去大庆查看情况 处理完这些 老鱼正打算出城去大庆 突然又接到电话 四十八号院出事了 老鱼赶过去 只见群众正在出塞 整条路都封了 警车 消防车 停满路边 原因是院里发现了炸弹 可这里没人懂炸弹 只有老鱼当过二十四年工程兵 多少都念炸药 老鱼只好硬着头皮上 胡小林把他带到一个黑窝点 那是一间民房 炸弹就安在水池后面 房里还有一条四街的煤气管道 这很危险 周边都是商业区和居民区 炸弹一炸就全完了 老鱼看了看水池后面的炸弹 用黄胶带缠着 是个土炸弹 在侧耳戏听 一阵滴答声 是定时炸弹 老鱼赶紧带小林跑出大院 老鱼又跑回院里 小林也随后跟来 老鱼赶小林走 小林不看 老鱼只好作罢 让小林去找镜子和竹竿 他把镜子砸小 夹在竹竿上 竹竿伸到水池后面 小林打着手电帮他照明 他努力调整竹竿的方向 最后终于在镜子里看清 爆炸时间是11点一刻 现在已是10点23分 叫排报部队已经来不及 老鱼出去报告了情况 领导随即下令 让消防员拿水枪把炸弹撕下来 老鱼觉得不可行 果然 消防员用水滋了半天 炸弹还是被鱼线绑得稳稳的 11点了 老鱼说 不行往上吧 得拿刀拉 领导同意了 老鱼回到黑窝点 让其他人都撤出去 离爆炸只剩五分钟 他拿了把刀 用刀背把水池和墙面的连接处砸断 想把水池挪开 可水池太重 他挪不动 这时小林上来了 老鱼便一边骂小林不要命 一边在小林的帮助下 把水池挪开了 炸弹暴露出来 他先把小林赶走 然后才开始拆炸弹 绑在炸弹上的闹钟 走得滴滴答答 像催命一样 他剪开黄胶带 仔细观察后 割断了连在闹钟后面的 两根金属线 闹钟一阵狂想 时间到了 老鱼吓得闭上瘾 在睁开时 发现炸弹还在手里 没炸 他顿时身子一歪 倒在地上 起不来了 局长带人上来看他 只见他浑身被冷汗湿透 双腿都僵了 大家把他背出去 他却中途下来 非要自己走 回到单位办公室 老鱼支开其他人 开始拆解炸弹 动清楚原理以后 他忍不住说 老鱼冲了个早 局长和科里的其他两人 已经在餐馆等着了 为了给老鱼押惊 局长连珍藏的茅台都拿出来了 老鱼正要喝 局长突然接到电话 说院里又发现了两颗炸弹 大伙赶紧陪老鱼赶往现场 这会儿有经验了 知道先找特警队 借一套防弹背心和钢盔 还有 拆炸弹不能直接用手 得用绳子远远地拽 绳子没有现成的 老鱼就买完了药店里的所有绷带 让同事们集体帮忙搓绳子 装备准备齐了 再进院里找三号正房 炸弹就在房子外墙上的配电箱里 老鱼凑近看了看 回头要求消防队去楼后面准备灭火 再让同科的小林和小白 一起去楼下准备接绳子 绳子的一头挂上铁丝 勾在炸药上 老鱼一个人做完这些 本打算下楼 可没走几步 他又反身往回跑 他想明白了 小包是引爆的 大包是炸药 他要去把它们剪断 其他人还在楼下等着 老鱼回到配电箱前 小心地取下炸药 再慢慢地下楼 来到楼下没人的地方 炸药里连着很多线 他把那些线全拆了 拆完浑身又湿透了 连鞋子里都急着汗 危机解除 老鱼去澡堂里泡了好一块 回家已是天黑 老婆正不满地坐在门口等他 听说今天是他排了三个炸弹 老婆就更生气了 老婆给他热好饭菜 他对着电视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那是局长给他的茅台 饿了一天 这时才终于吃上了 第二天上午 老婆出去了 老鱼正在厨房里杀鱼 突然电话又响了 48号院又发现了炸弹 在三楼顶上的烟囱里 老鱼小心地走到烟囱旁边 这样的高度让他心慌 烟囱里黑乎乎的 他那电筒照了照 能看见炸弹 但看不清是什么引爆装置 从楼顶下来 老鱼去了趟鱼居店 最便宜的鱼杆三百块 老鱼拿了一把 小林配合地付了钱 重新回到楼顶上 老鱼不让人跟着 自己站在烟囱口 小心地放下鱼钩 把炸弹勾住 然后用力往上拉 小林和小白赶紧过来帮忙 三人协力把炸弹拉起来 再轻轻放在屋顶上 对着炸弹看了会儿 老鱼说 这炸弹到底那要是不炸 应该是手机有空 要是定时的话 那个表的装子 应该在外边露出 也就是说来电话就站 小林警惕地站起来 小白立刻通知上级 检查桌边制高点 防止犯罪分子 站在制高点上引爆炸弹 确认桌边安全后 老鱼让小林和小白先走开 自己则慢慢靠近炸弹 开始拆胶带 胶带里果然包这个手机 但手机后面的连线 却简陋粗糙 老鱼很快把炸弹拆完 心里却感觉很不对 他飞快地下楼 中途踢到一个楼梯上的一个桶 桶翻了 一个炸弹露出来 老鱼紧张地停步 等其他人都下去了 老鱼再小心地捧起炸弹 慢慢走到院子里 同事们都在院子里等着 他找了个稍远的位置 拆开胶带 里面有个手机 手机后面连着炸药 他让大家都离开院子 自己则躲在墙后 扯着绳子把炸弹拆开 飞机解除了 他用炸弹里的手机 给自己打了个电话 这样就能得到 炸弹手机的号码 将号码交给警警队 也许能把案子破了 出了院子 局长给他点支烟 说压力大的时候 抽烟能解压 他却觉得抽烟效果不好 之后还是去澡堂泡一阵 好把身上的汗都泡下去 泡完出来 发现警察也在澡堂外等着 院里又发现炸弹了 这次是三个 分别放在不同的位置 互相隔着一段距离 如果三个连环炸 整个侧楼全完蛋 老鱼看过后 便出去准备 尼龙绳和钩子 钩子等用 一米长的十二号铁丝 他自己做 绳子至少五十米 太短了 他得小心被炸死 准备工作做好了 他却跟局长说 今晚不能排了 至少老抽筋 不行 局长想了想 答应封锁现场 明天再晒 老鱼回到家中 儿子不在 老婆还没回来 他打开电视 用力拍了拍手指 又在家里忙了一通 儿子来电话 劝他别再排弹了 他反问 连长让你上前线 你不去啊 给你闭了 接着电话又响了 同事说 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老鱼只好大晚上赶到现场 领导们都在 就等他来 他让其他人先撤了 自己换好防护装备 认真跟局长说 领导答应了 老鱼便带着手电和绳子 一个人进入院内 找到一个炸弹 用钩子挂上 再隔着绳子远远一拉 如此三次 很快就把三个炸弹给引爆了 炸弹没有爆炸 只是火花一闪 老鱼出来说 全是假的 可老鱼还是浑身都湿透了 他得去洗洗 同事带他去高档洗浴中心 好好放松一下 可出来时 他的心情依然沉重 怎么老感觉出声 放心吧 鱼哥 就凭你这技术出不了事 这是炸弹的 怎么能炸呀 以前没炸 那都是侥幸 这个还是 从老鱼哥就得灭火了 回到办公室 老鱼赶忙给老婆留了几个字 我今天出去的时候 没跟你说 可能排包要出事 也许没什么大事 如果有事 你告诉儿子 在部队好好干 多学点技术 以后到地方有用 同事看了戏 觉得忌讳 老鱼却保卫得很 把纸只好放桌上 然后才出门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记者 这是领导的意思 老鱼却很生气 舍下记者 老鱼进到院里 拿到一个炸弹 只稍微看了看 就把炸弹拿到一边扔出去 炸弹闪出一点火花 又是个假炸弹 只剩最后一个炸弹了 放在啤酒筐里 小林觉得 这个应该也是假的 老鱼反问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那眼睛X光啊 凑近仔细看了会儿 老鱼把啤酒筐整个搬起来 小心地抱到外边的空地上 这个炸弹跟之前的都不同 线更多 装置也不一样 老鱼开始打退堂鼓 局长问 那怎么办呢 他又迅速脱掉外套 穿上防护装备 老鱼让其他人都撤了 自己走到啤酒筐旁边 先把啤酒瓶拿出来 子忍 跑 老鱼 子忍 我给你 小 گ 投资 是 我给你 都del Ergebnis 我们迅速到 223 硬 counted …… 他停� clinician List 乖乖 早乖 落实 野拾起 тер 有病 小吴 ımızı 小偉 你 快去 老姨被送去医院 老婆夜里回家 得了信也马上赶来 第二天下起大雪 老姨躺在病床上 老婆帮她把牵进皮肉的玻璃渣 一颗颗粘出来 儿子守在床边 手里的报纸上写着 我是1227特大报纸案昨日告破 民警余立青 徒手连排11枚炸弹 身负重伤 案件的实情是 21岁的犯罪嫌疑人谷祝坤 曾是地下黑窝点的打工人员 因黑窝点老板经常在三个月实习期期 期满时辞退打工人 以此苛扣 少给 甚至不给打工人工资 谷树坤因被老板用各种借口 把工资全部扣掉 和老板结下丝绸 他原来在工厂当过修理工 与同事贺锦新关心密切 二人决定 自制爆炸装置 勒索黑窝点老板60万元 此后十天 两人工制作了十多枚爆炸装置 但因钱太少 其中五枚炸弹 用拆散的烟花火药代替 这是高群叔导演的电影 千军一发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2008年上映 一个并不专业的小民警 拼了性命去排报 周末两天过后 他就从名不见经账的小人物 变成了备受瞩目的大英雄 这个过程不是他的本意 可行事所逼 一边是现场缺乏专业人员 一边是儿子需要他 获得二级阴谋的称号 来搞定工作 他为了忠于职业 也为了帮儿子一把 就算排报时紧张的冷汗直流 也要坚持冲在最前面 一个有胆量也能干的人 被逼到这个份上 实在是一件令人心酸的事 可更令人心酸的 其实还在后面 电影结尾时短暂的案情播报 揭示出另一个小人物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不得不停而走险的经历 被无良老板苛扣工资 要么忍气吞声 要么奋起抗争 可惜 他没有走正规途径 也许是正规途径不好走 也许是不知道正规途径怎么走 总之 他选择了更激烈的方式 然后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无关的人 也就是骗金老鱼的敌人 立场不同 处境类似 都是小人物 都是被逼无奈在不顾性命 这是小人物的悲哀 面前的选择太少 可用的资源不多 只剩那一条性命 勉强可以搏一搏 千军一发的紧迫时刻 对有些人来说 只存在于传言里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 这却是生活中不时会碰到的黑暗常态 光明一直存在 可天空太过高远 那些处在底层的人 要求一线生机 也只能以命相搏 这不是夸张 现实一直这样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